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這個現在全世界都在賣美在 嗯 好慘 這個表示人家真的是 中長期不看好你啦 對 你想一想你在升息耶 嗯 照理講你升息 而且都已經對外公布 宣布啦 七十五個計 五六七 還有九月你都要升息 而且是至少兩碼 那這個月升的三碼對不對 對 那你想一想 美國要升息 那不是美元會升值嗎 對啊 這個不是我們一貫的理解 搞不好買到國債才對啊 對啊 那為什麼會賣 可是他拼命賣啊 對不對 不就是表示說 你升息到一定程度 縮表到一定程度 你的經濟就崩了 嗯 不大家一定是這樣認知啦 那個時候美元還是會跌 因為美元指數 中國大陸在賣的那一次 就是大概已經漲到105了 他是從94漲上來的 這10%耶 10% 漲了10%耶 因為這個坦白講 投資都是這樣 都會預期反應嘛 對 所以你就先到那個標的嘛 那人家就會覺得說 你美國這種經濟還可以漲嗎 105很高了耶 很高啊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就說 先賣掉再說對不對 那去做別的資產的配置嘛 不過這個就是一個指標啦 對 說這麼多國家都在賣你的美債 嗯 而且包括日本 嗯 包括沙地阿拉伯 包括歐洲的國家 英國啦 荷蘭啊 嗯 就是人都沒在把你信到啦 你知道嗎 大家都 大家都 不看好你啦 不因為美債就是 對美國政府的信心嘛 對 對美國經濟的信心嘛 所以美國現在真的很麻煩啊 他現在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一團亂 嗯 其實拜登喔 不是老 或者是怎樣 他是無能啊 嗯 事實上現在 美國普遍對他的感覺就是 你都做不出決策啊 就是很多決策你都講半天 你為什麼不趕快下決定 嗯 比如說 你剛剛講那個這樣中國關稅嘛 嗯 討論了一年的嘛 拖好久了 對不對 那你幕僚有不同意見沒錯啊 大家都知道啊 嗯 你自己拍板嘛 嗯 幕僚有不同意見有什麼奇怪 哪一個國家不是這樣 你是總統耶 是啊 哎 你有絕對選例耶 民進黨內部也有一些政策會有不同意見 怎麼蔡依依總統也是拍板啊 對不對 就是要拍板 少囉嗦 對嘛 所以 拜登就是這個問題 現在連民主黨的大咖都有點受不了 對 因為他們也會被告知說 啊 可能會怎麼決定嘛 隔了兩三個月還是沒消息 還是沒消息 那大概把他心裡就開始 開始 開始 吵嚇啊 你說你這教導到底在幹什麼 這樣 那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就是 明明就沒有爭議 嗯 這個最有名的就是美國競爭法 嗯 就那個晶片要補貼那個 對 還有一大堆啦 什麼美國要蓋5G啦 什麼花哥啦 一大堆 那個錢很大的 嗯 那光是補貼那個 半導體業就520億美元 嗯 到現在還沒過 對 這個沒有爭議哦 嗯 那卡在哪裡 卡在 美國的國會 民主黨的議員都要塞著自己的東西進去 對 因為他要選舉嘛 對 今天要選舉嘛 他就要塞 對我選區有幫助的 或者是塞我的金主要進去啊 對不對 到現在也沒過 對 那這個就不叫做 意見不一了 這個叫做大家在分章 就是利益分配不均啊 對 對 你去想一想啊 我們在講決策癱瘓就是兩種原因嘛 一個是意見不一嘛 對 一個叫做 分章不均 分章還沒有喬好嘛 講白就是這樣 他沒喬好嘛 那這兩個都是無能嘛 不是嗎 因為 利益永遠沒有會喬好的啦 當然 就是要斷一個點嘛 有人分得少 有人分得多 勢必得要得罪某些人嘛 那我就說以後再說嘛 以後再補給你好不好 對 所以你臨陪最大啦 這個就是說 我時間到了我要做決定 對 你這個人不知道在幹什麼啦 所以喔 然後 第三當然就是人家 本來預期你 好像國際事務懂很多嘛 對啊 外交 李長期參議員都在 對 外交委員會 對啊 外交委員會啊 那你看美洲峰會搞成那樣 東盟也很難看啊 是啊 是啊 南太平洋被中國截竹線燈 對不對 就很多啦 你跟那個 沙勒曼 沙烏地阿拉伯 搞成那樣 對 那沙烏地阿拉伯今天還是 那我先去土耳其學一下怎麼對付美國 然後現在已經 火燒屁股了 你還要說你要去歐洲 去搞一個什麼 全球基建的法案 對不對 那坎貝爾也跑去南太啊 說我們也要跟南太簽全球的 一帶一路對抗 對不對 那鬼才相信你做得到嘛 對不對 因為歐洲那些國家 本身都參加亞投行嘛 是 對不對 那你到底要跟人家談什麼 就是 就覺得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我坦白講我真的只會一句話 就是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就是這樣啊 就是不管是國內跟國外 還有比如說槍支法案 到現在也不知道他的主張是什麼 對 現在就是參議院有人主導 然後通過了一個版本 那拜登說不夠 不夠你的立場是什麼 那你要講嗎 怎麼做嘛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所以 我真的很少看過美國政治這樣 就是然後 所有的極端力量的聲音都出現 對 那你覺得這個社會到處亂操招的啦 事實上 我跟計劃使都是長期住在美國過的人 我在美國留學是1990到1995 那很久以前了 大概三四十年前 從來沒有辦法想像美國是這樣的國家 對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 你走在路上 都要擔心被打死耶 比如說華盛頓昨天有人空拍啊 就有人開槍嘛 然後路上所有的人做鳥獸散 就像那個上司來一樣啊 不可思議啊 不可思議啊 你知道吧 這個 而且是 國家慶典的遊行 然後 大家也不認為這個是什麼超級大事 就是 它可怕在這裡啊 就是 因為太平常了 到處都有 到處都在開槍啊 到處都有人在開槍 怎麼了嗎 然後 就覺得好像 這個社會 然後累積的同溫層 然後 這個開槍 槍枝 泛濫 造成的暴力行為 這麼明顯 竟然還有人 堅持不要修法 對 這是什麼社會啦 對不對 我簡直無法認同 或理解這件事情 這些人是會繼續當 繼續當官的喔 繼續當議員的喔 繼續當的喔 都是長期當選的啊 他繼續當 而且那個政治獻金一翻開 都是拿了一兩百萬的 是 都是給這些人 多界累積下來 都是拿錢的 對 然後竟然都沒事 不會變成社會醜聞 這社會還是覺得 這沒什麼不對啊 但現在是不是 美國人民也有點受不了了 因為這種事情 不講大家就悶在心裡 自己小心一點 但講出來 看到政府的作為 像亮哥提到 總統的無能 那個怨就起來 那個恨就起來了 比如說我們台灣 今天是在華盛頓特區 發生槍擊案 你不會趁勢利用這個機會 趕快把這個法案通過 對 我們台灣一定這樣幹 當然啊 一個社會氛圍形成了 是 對啊就幹了嘛 不是嗎 可是你沒有看到 結果拜登去騎腳踏車 對 就這個事件發生在 華盛頓特區結果 他去騎腳踏車 對 幕僚也沒有任何的 即時反應啊 對 他個人也沒有那種 這個是我的機會 我要用這個機會 來通過什麼 還是他根本也不想 也不敢 我不知道 那就是我們不知道 他要幹什麼嘛 又回到我的結論 就是不知道他在幹嘛 就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就這樣 對啊 這個有點不可思議啦 就是美國 一個是過度任性 過度莽撞的川普 對 那一個是 不曉得幹什麼 不曉得幹什麼 然後凡事這樣 限於決策 癱瘓的拜登這樣 所以有人說拜登有四個字嗎 優柔寡斷 這個不足以形容他的 無能 軟爛 其實用軟爛比較符合 軟爛的 其實我覺得亮哥 亮哥跟大指定特有感覺 因為不要講他們 連我都這樣覺得 看不下去啊 這是我認知中的美國嗎 對啊 這是我以前 以前那麼嚮往 我覺得是一個 哇好先進好民主 這個世界強國的美國嗎 這完全 不要說你們 那都顛覆我 我沒有住過美國 我都沒有 我只是去美國玩而已 我也沒有出國留學幹嘛 可是這完全顛覆 我們對美國的 既有印象 不要說可怕 既有的印象 完全不是這樣 尤其你們待過美國的人 你更有感覺 絕對無法想像 美國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污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來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